罗恩宣布部队登岛后遭到了偷袭,其中一个小兵被扭断了脖子,扔飞了出去,士兵一眼就看出这是三级猎物,纷纷叫周围的士兵先散开,随后又遭到了偷袭,这些士兵也不是吃醋的,很快就锁定了目标,对着一人就是一阵扫射,那森一人躲到树后,本以为安全了,没想到刚才在躲避的过程中重担了,很快便昏迷了过去。 士兵提醒同伴,九四朵的话,需要视野,小兵随即扔下一枚烟雾弹,其余士兵照做,三枚烟雾弹立马发挥作用,战场一片雾霾,但小兵又发现了异常,果然,他在找我们,切换模式,注意分辨,在丛林的深处,一人也不敢轻举妄动,他们隐藏了自己吗? 即使共享了你的势力,我也看不穿那烟雾,这个应对太顺畅了,不好的预感,我带您离开这里。 就在这时,烟雾处几发子弹扫射了过来,全部都击在了一人的身上。 士兵们集体踏步而来,整齐有序,他们开启了最新的科技,红外线探测仪,在浓浓的白雾中也能够锁定目标。 士兵很快就捕获了三级目标,有一人躲在丛林深处以为没人会发现,结果被士兵给揪了出来。 这次捕获的也是三级目标,林虫赛亚,艳阳高照,被西摩斯的人已经将集市控制完毕,捕获三级目标的任务也进行得十分顺利,坐标标注完毕,等待接收。 17组继续推进,一切正常,23组遭遇小谷抵抗,压制中,679和876捕获,坐标标注完毕,等待接收。 小组继续搜索中,7组,特定目标,追击中,闪光阵亡,坐标已发送,需要装备级支援,目标二级,硬翘教授罗迪斯。 罗恩这边也陆续派出作战人员,表演时间到了,铁拳接到任务,叫罗恩放心,一切交给我们。 铁拳乘坐飞机离开,前往乐园,罗恩看着他离开,猎狗,抱难,集合你们的人也出发吧。 剧的情报,肖恩和道调都在那里。 这里顺便插一句,美国兵之所以打三级目标这么游刃有余,看来都是多亏了大剧提供的情报。 肖恩单挑居然输给了道调,开什么玩笑。 罗恩再三提醒道,记住,你们首要任务就是解救肖恩,还有把道调给我活着带回来。 猎狗对抱难说道,听见了吗? 抱,正义的英雄需要咱们去解救了。 抱难冷笑了一声,罗恩表示自己也没办法。 最近几天正好世界各地都有状况发生,肖恩派的人没经历顾这里。 懂,这里发生的一切不适合被肖恩派的英雄看到。 如果不是你们管不鸟肖恩,才不会让他来这座岛。 我搞不懂的是,肖恩那么麻烦的家伙,你们为什么不放弃? 别跟我说你们没有能力让他还有那个道调消失。 听到这话,罗恩十分恼火。 如果不想你们脑袋爆炸的话,就乖乖闭上嘴去干活。 好的,主人,等美国队长和自杀小队走后,罗恩心想,你们这些垃圾怎么能明白? 作为FPE的兽体幸存者那两人的重要。 本来一的目标是为了稳定激活人体潜能所开发的。 但是所有兽体除了两人全部死亡,而且死因全部相同。 而成功的这两人,至今所展现出来的潜能似乎都没有看到上限。 以至于到现在对一开发了两人怎样的潜能还没有定义。 而且那一批编号唯一的,SP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也没法复制。 似乎那是实验室偶然所得的产物,导致其不稳定和无法复制的变量至今没有找到。 如果成功与否的变量真的取决于人的话,那么这个结论会让公司和我个人都很失望。 但是成功后的效果太惊艳了,公司是不会放弃继续对一的研究,那么就绝不能失去这两个已经成功的样本。 另一边,道调发现战争好像已经开始了,和小虫划清界限,你自己可以离开吧? 还是需要我找人送你回去啊? 小宝贝,小虫没有理会道调,问萧恩,你真的要留下来? 萧恩没有回答小虫的话。 看来,萧恩知道了被西摩斯的所作所为后,决定反水,和道调一起保卫那森岛。 小虫问萧恩是否真的要留下来? 萧恩没有说话,道调也就明白了他的意思,开始商量正式。 我之前打败了这个人,从我们获得能力开始到了现在,这是第一次,于是我向这个人提出一个请求,像个期望奖励的孩子。 我希望这个人和我做一个约定,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这个人会留在岛上,但不要去干涉这岛上的任何一方。 只是看着,小虫又问了一遍,萧恩你答应他了? 为什么? 萧恩依旧没有说话,道调开口说道,为什么不? 这个人在之前预想了,我会要求他做什么过分的事吧? 真不公平,显然,我很了解为什么,但他并不了解我。 就像我曾经认为自己是个天生的恶鬼,但当我在你们面前消失的这些年终于看清了,事实并非如此,道调的手指向了萧恩,这家伙也是天然地相信自己在做对的事情。 于是,我战胜了他,现在轮到这家伙了,就这一次,一次就好,放弃自己预设的正确立场,只是看着,看清他们每一个人,然后再下结论,道调叹了口气, 不过就算你答应我了,我很怀疑以你的性格真的会遵守吗? 毕竟是一个和恶棍的约定,即便毁约了,也不会违背你的正义吧。 萧恩叫小虫赶紧离开这里,小虫看着眼前的这个人既熟悉又陌生,萧恩,如果你要留下来,我会跟你一起。 萧恩看着小虫,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,转头对道调冷哼道,这孩子很倔强的,道调觉得自己无所谓, 他打了个响指,召唤来了小兵,小兵一上来就对小虫的脸一阵蹂躏,小虫质问对方到底要干什么? 道调解释,不会限制你们的能力,也没有负面影响,不幸可以试试,只要默念一会儿交给你们的咒语就可以恢复。 小兵又给萧恩进行了易容,以你们的身份,即使想旁观也很难的,道调,他们在接近这里,听到门口有声音传来,道调走了出去,道调,怎么办? 随便,和以前一样,愿意把你的拳头挥向谁都行,被吸摩斯,可以,你身边的人,可以,那森位,可以,甚至冲我来也可以,唯一的规则就是为所欲为,不过你们要意识到一件事,这个让你们肆意妄为的乐园恐怕将不复存在。 我个人的意见嘛,不如狂欢,进行之后爽快的投降也没问题,向那些生意人展现你们的价值就好,记住,你们这帮混蛋可以背叛任何人,但是唯独不能背叛自己,乐园不是一向如此吗? 道调的一番演讲让大家兴奋不已,民众开始欢呼雀跃,道调,别死了呀,来吧,打垮他们。 小虫和肖恩已经一容成形,两人走了出来,对于肖恩的一番演讲,小虫就哼了一声,似乎对他有些许的不满。 另一边,张楚兰在之前就找过李沐玄,想要找点东西挡脸的,于是,李沐玄带着他们来到了一个山洞,龙虎山内小子倒是提醒我了,还真有,都是死人的,你们不介意就行。 这里,李沐玄提到的龙虎山内小子,应该说的就是张楚兰,看来李沐玄这些年也关注着外面的世界,于是,其他人都戴上了面具,就只有陆玲珑没有戴,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个样子完全没必要,反正又没人认识。 这第一个戴鬼脸面具的是陆玲,第三个是张楚兰,从衣服就可以判断出来,最好认出来的就是宝姐,即便是戴上面具,也挡不住宝姐智慧的眼神。 张楚兰正式开始行动,用对讲机和诸葛清对话,老清,你帮我让黄总确认下。 公司这边的人也遇到了突发状况,他也倒下了,他们这是怎么了?突然一个个的就倒下了,好烫,体温好高。 来人,来人了,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关切地问道,老红,你怎么了? 公司的人听到里面吵闹的声音,赶紧过来查看,怎么回事?我们不知道呀,忽然他们几个就倒下了,公司的人不敢大意,如果是传染病就不好了。 赶紧把这几个单独照看起来,几个人被抬上担架,这几个过于危险的都先控制起来了。 老黄问道,确认了没有,有没有个叫王国平的? 确认了,没有,他们的个人物品呢?有没有携带描述中的那种小球的?也没有,但查得并不细。 黄总,不能逼得太紧,这些人现在看上去可怜兮兮的,您可要知道,上这岛的没有善查。 老黄想想也是,行吧,等回到咱们的地界再细查。 不知不觉间,被西摩斯的大军已经杀到,八组,十五组会合。 推进中,为首的士兵伸出拳头,示意大家先停下。 山上的两头已经埋伏好了人手,小心火焰修士。 这些人,神术的狂热归体,神明。 话音刚落,士兵就遭到了火焰修士的火盾。 神术这边,那僧王给那僧位下达命令,神明与他们交手了。 去吧,我的位,消灭这些外来者。 艺人之下的漫画下周又要休刊了。 艺人之下第五百八十八画已经更新,但同时也发出了公告。 抱歉,下周得休一堪,时间没整理好。 这周的秀帖应该周五夜里周六凌晨更出来,现在还在尽力赶,但是可能赶不出。 如果能赶出来,就是这周五夜里周六凌晨更,赶不出会在周六夜里周日凌晨更新,因为设计画面复杂。 漫画本篇这边目前画的时间也比较长。 抱歉下周我休一堪,攒起七番外的分镜和屡屡剧情。 正如之前想的一样,这一话又水了。 那僧王正式宣布和贝西摩斯的战争,所有内僧位等待着那僧王的指令。 以利亚,阿芳索,王城交给你们,伊莲娜,你留在这里。 想了一下后,那僧王继续说道,必要的时候帮我一下。 伊莲娜点头回应,其余人,去吧。 是,其余那僧位都立即开始行动。 那僧王和伊莲娜留在了这里。 看来,那僧王确实是没有什么战斗力。 所以他要求的伊莲娜在必要的时候帮自己一下。 那么,究竟会帮什么呢? 或许和他身后的那颗神术有关。 被西摩斯的士兵遭到了火盾。 其余人员纷纷对着山上的神明开火。 面对这么多的子弹,神明没有一个要躲闪的意思。 那些子弹竟然都在空中停了下来。 看来这些神明当中有人挥玉屋。 子弹全部都落在了地上。 这么狼狈吗? 男人强撑住身体说道,很有力量。 这些子弹,停下他们比停下你的刀要困难。 火焰修士叫杜夏不要小看这些人。 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座岛的。 杜夏冷笑道,是吗? 话音当落,杜夏就猛然挥起大刀,朝着士兵们砍去。 一道道气刃轰击在了士兵身上。 上吧,神明们,让外面的凡人见识一下我们的力量。 其余一人纷纷响应,从高处跳了下来。 上啊,干掉他们。 神明们个个就像是打了鸡血似的。 奋勇杀敌,冲进去,接近他们对我们有利。 为首的士兵招呼大家先退。 双方互相开始厮杀起来,枪声不绝于耳。 面对这枪林弹雨般的扫射,围京南快速躲闪。 并对高科技吐槽了一番,子弹这东西,原来这么慢的吗? 待稳定好身形后,围京南手持两把短刀,杀死了两个小兵。 红毛一脚将士兵踹飞的同时,士兵对着红毛施一顿扫射。 红毛用粗壮的胳膊护住脑部,子弹进入他身体的那一刹那。 红毛就感觉自己的胳膊像是麻掉了一样。 你们就想仗着这种东西来毁掉我们的家吗? 红毛身上的子弹全部脱落,对着士兵挑衅道,那不如拿着酒来。 另一边,在山洞内的士兵知道这回是遇到硬核的了。 立马叫大家不要纠缠,立刻脱离,夺取视线。 士兵们纷纷往地上扔闪光弹,一道耀眼的白光过后,大家的眼睛都失去了视觉。 神兵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,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。 士兵们趁这个机会,开始疯狂扫射,扫过之处,无一人站着。 杜夏冷哼了一声,他是凭借着声音躲过了子弹。 他很想睁开眼看看,但还是看不清。 此时,一把枪正对准了度下。 就在士兵扣下扳机的瞬间,一只拳头凭空出现,士兵直接被人轰成了一滩烂泥。 古纳脱掉衣服,士兵们认出这是二级目标,女武神,古纳奥特林德。 被西摩斯的人一直观察着战斗情况。 八组,停止继续推进,保持安全距离盯住神明和女武神就行。 增援很快就到,士兵接到命令后纷纷开始撤退。 度下还想要将他们全部干掉,被古纳拦住了。 你们继续守在这里,这里是通往王城的路之一。 这些人,我一个人足够了。 刚才的一拳所造成的杀伤意外的低。 直接击溃的那名士兵身体强度也出乎我的意料。 难道这些土兵跟岛民和我们一样? 某种意义上,他们也是有资格必叫做神之子的人。 被西摩斯的士兵陆续过来支援。 古纳利用神威,空降到战场。 一拳就是一个,地面都被烘碎了。 士兵见状,立马对其一阵扫射。 古纳挡住子弹的同时,顺移到了小兵的身边。 直接拔掉了对方的一只胳膊。 被西摩斯的士兵纷纷释放烟雾弹。 战场被烟雾笼罩。 古纳顺移到了高处,发现一片雾霾。 小兵躲在树后,停下来了,他在找我们吗? 看来情报大体准确。 王和九明卫都可以在全岛范围内任意穿梭。 这是对于我们的行动来说十分棘手的能力。 这个能力是由两种途径来实行的。 一,通过对岛内地形熟悉的认知来移动到指定的地点。 二,通过定位岛内的生物目标来移动。 根据情报,能够掌握岛内生物目标的信息是王独有的能力。 结合现在的情况来看,王应该无法掌握岛内全部生物信息并指导位的移动。 而未想针对目标进行移动的话,不管视觉听觉或者嗅觉,必须确认到目标的位置才能完成。 很好,那森尾虽然难缠,但和我们以前对付的目标没有质的区别。 看来,贝西摩斯的这群士兵训练有素,经常抓一人啊。 在士兵心中,贝西摩斯是天使还是恶魔与自己无关。 我只知道他们的SP系列让那个孱弱冰死的我变成了超人。 我想通过SP获得更大的力量,更长的寿命。 为了这些,毁掉什么都是值得的。 小兵扣动扳机,子弹飞射而出,与古纳擦肩而过。 就这么一瞬的功夫,古纳就找准了小兵的位置。 一只手按住小兵的脑门,小兵的子弹疯狂突突。 古纳蓄积好力量,一拳就清扫了战场上的雾霾。 士兵们都被这股强大的力量所波及,纷纷后撤。 去射击符纹分布稀松的地方,认为这样就可以打穿我的防御吗? 其实符纹力量的变化和强弱是靠排序组合来决定的。 白痴。 不过能看到符纹并做出特定的攻击,你们果然也是拥有力量的人。 二级九号目标,安东尼出现。 四级一号目标剑盛望月物出现。 二级四号目标,贵金属加西亚,维蒂西出现。 这一切都在被西摩斯的掌控中,我们的预判到目前为止没问题。 预想的道路上都出现了神明和位。 罗恩很满意,很好。 神明很好解决,有些头疼的侍卫。 他们那个随意移动的能力很麻烦。 告诉遭遇的人,后撤也不要紧。 只要不停骚扰,让内森卫不能随便脱身就好。 开始针对行动。 罗恩又问,针对二级目标的特定组进展怎么样了? 有的已经捕获了,剩下的也在追击中。 目前,二级二号目标贝斯迪亚和二级一号目标恶病还没有现身。 罗恩冷哼道,贝斯迪亚是内森也无法完全掌握的人。 不过这头野兽一定会自己现身的。 恶病还没找到,目前还没有。 不过根据我们保存的恶病身体组织信息, SP的受体犬已经追踪到了,应该很快就找到。 那一组人都是特别挑选过的, 还配备了高等级的受体能力者,不会失手。 我担心他脱离及时后加入内森一方, 捕获起来就比较麻烦了。 那也只是麻烦一些,反正我们都要全盘控制内森的, 不是吗? 比起这个,我更在意之前负责清扫的人员返回的信息。 他们所遭遇的能力者完全不在我们的资料当中, 感觉不是倒民,而且这些人明显在隐藏自己的身份。 我知道,返回的情报说对方的能力属于炼金一席。 罗恩对此不屑一顾,何必隐藏? 有意义吗? 私兵塞以为派几只老鼠就能改变什么吗? 你是说学会? 我知道他们都对我们被西摩斯不满, 但除了学会,谁还敢真的做什么吗? 在岛的某处,看着地上倒下的同伴, 两个士兵都十分地警惕, 其中的一个士兵指向了前面。 根据他们的红外线探测仪,捕捉到前面有一个人。 两人端枪,朝着那人来了两发, 那人立马就倒在了地上。 士兵上前查看,敌人,一鸣,已经制服。 妈的,偷袭的混蛋,一瞬间就解决了我们三人, 确认他的身份,如果不是重要目标或者根本不在目标中, 干掉算了。 躺在地上的人手动了一下, 这里明显就是萧哥的龙溪水。 士兵立马就被缠住了脖子, 不能呼吸,真是恶人先告状, 明明我在那藏得好好的, 被你们找出来,还怪我袭击你们。 再说了,至少也要搞清楚对你们下手的是谁啊。 除了你们两个, 其他人我可没动过手。 话音刚落,萧哥的同伙就走了出来, 一把就摘掉了自己的头套。 唠叨了,这帮人的装备可不错呢。 萧哥起身,摘掉了自己的头套。 嗯, 换身皮在这岛上行动更方便些。 仔细看, 之前萧哥是开了金钟罩, 防住了那个士兵的子弹, 现在接触了金钟罩, 子弹也就自然脱落。 之前上岛的卡弹二人组, 看来应该就是萧哥和黑管了。 萧哥扒光了他们的衣服, 换上了贝希摩斯士兵的衣服。 衬穿衣服的间隙, 黑管叫萧哥小心点, 别碰这里, 他会把头盔露到的上船。 这里是实时通讯的开关, 黑管决定等一下就叫萧哥。 萧哥问黑管怎么这么熟悉, 黑管嘴角上扬, 跟他们打过交道, 别提了, 我那个领导不拿我当人用啊, 哪麻烦把我往哪里送? 萧哥看着两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士兵, 心里有了想法, 问黑管, 你搞定那要确认一下吧。 既然换了皮, 原主人就不能留。 黑管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, 然后就懂了, 原来想要在餐前吃个小菜。 两人换好衣服后, 就地取材, 在旁边挖了个坑。 黑管提醒老肖, 还是要收敛一点比较好, 别因为你的嗜好影响了整个行动。 黑管将小兵抛到了坑里, 我知道, 所以先解决一下温饱嘛。 毕竟我也是第一次执行这么奇怪的任务, 要么大干一场, 要么什么都不做。 萧哥从坑里走了出来, 除了知道目标是什么外, 其他都是不确定的。 甚至连要不要执行任务, 也由我们自行判断。 大闹一场确实会满足我的恶趣味, 不过实在没机会, 也只能放弃了。 黑管调侃道, 你跟我们这些俗人不一样, 你有老大罩着吗? 有所愿的话就虔诚地祈求, 让老大保佑你能大开啥。 黑管的话把萧哥气得直接上堂, 你以为老多少折腾我了? 开玩笑, 开玩笑, 架势很足, 也很熟悉这些玩意啊。 萧哥收起枪, 叹了口气, 纠结啊, 要是其情真的管用, 我倒希望保佑不要有让我出手的机会。 不过够呛, 你看看这些人的装备。 沉默片刻后, 黑管开口道, 竟然是, 听天命吧。 被西摩斯的士兵和内森岛的一人, 正打得热火朝天的。 士兵们被迫撤退, 没过多久, 增援就到了, 陆空协同作战, 飞机在上头陆续投毒气弹, 纳森岛的神明, 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了, 见前面的人倒下了, 后面的人赶紧捂住口鼻, 那是什么? 好刺鼻的味道, 怎么回事? 纳森尉安东尼过来支援, 一上来就报一, 都退到我后面。 见纳森尉来了, 士兵叫大火别停下, 继续射击。 安东尼用乱流屏障挡住了攻击, 召唤雷电, 犹如宙斯一般, 瞄准目标, 一发雷神枪过去, 击中了其中的一架飞机, 飞机在空中爆炸, 神明们一个个赞不绝口, 厉害, 纳森尉, 太厉害了, 我们是无敌的, 阻止他, 士兵们开始集中火力对付安东尼, 安东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 快速闪到小兵身后, 准备冲刺, 下一秒, 小兵的阵型就被打乱, 其余的两个小兵集体对安东尼突突, 真的存在, 没想到真的存在, 在家乡, 那是被作为神话被传送的, 被人憧憬, 被人敬仰, 被人膜拜, 住在山顶上拥有神之力的族意, 就在士兵集中火力对付安东尼的时候, 飞机上的门被打开了, 被西摩斯的士兵完全不是安东尼的对手, 他实在是太快了, 完全挡不住, 就在安东尼冲下其中一个小兵的同时, 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, 有三人直接从飞机上跳了下来, 这其中就有一位身材不错的神奇女侠, 我们下年轻人叫我自宅吃起来, 感谢观看